《世界新闻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看到的 你不是很想说的 也不是很想说的 但我发觉没有人报的 当然了 没有人报什么呢 少报了 《世界自由新闻日》 是联合国的 香港大家都一声说新闻自由 鸡飞狗走 但是我突然在脑子里面就弹了那套契弟 这个林定国 国安三罪人 三大罪人就在脑子里走出来了 早几天我闹了几次了 这条片子走出来说 二十三条没问题的 不影响新闻自由的 我们不软对抗了 我觉得软实力的 小强不要说的 最近是他出来说的 很聪明的 小强太肉酸了 他出来说 没有 他有份的 软对抗假新闻那些立法 他有说的 现在不说了 接着就说变 我们要变了 早几天了 heading就很漂亮了 香港人严厉批皮政府是没问题的 多严厉都我们欢迎的 是吧 现在世界新闻自由日 没事的 排名跌了 不是升了 升了几位 但是世界新闻排名日 那个毛贾记者就说 不是香港升了 而是有些地方跌了 阿富汗那些再跌 敘利亚那些再跌 所以排位是升了一点 都排到一百四十 一百五十四 排到含家产 是吧 一百八十个 加累牌一百五十几 你还说什么呀 以前很高的 几十位的 是吧 香港新闻自由是被人觉得是很行的 现在不行了 什么都跑掉了 是吧 这些没得说 那些人跑掉了 怎么又不见有人回来 有没有KOL回来香港 这一年里面 尤其是二十三条 好了 二十三条现在立了 你其实要主动引人回来 是吧 那你信不信林定国 你信不信邓炳强 是吧 刚刚才说完 严厉批评政府也是没问题 那我就 专止呢 这个新闻日 专止日拿了个奖 我又看一下明报有报道 因为是他的 当然没有评论 但其他媒体 连这个世界新闻日也没有说 专止拿了奖也没有说 哪些人也没有说 香港媒体也没有说 是吧 就是台湾那些 中央社 联合新闻网那些 全部都有介绍 是吧 还好明报也叫详细 资料详细 是吧 香港的传媒环境蓬勃依然 我不知道他指什么 那我们究竟香港还有几个KOL 列个表来看 还在香港的 你去去去 我已经想起了路了 是吧 连新晋的 例如Jason那些 暂时都在外国嘛 是吧 香港有没有新的 年轻人出来做KOL 评论事事 没有啊 现有那些呢 记者 很多没得了那些 又不开麦做事 都不敢啊 是吧 那个气氛 你就知道 气氛 你说气氛 我做出来的 我都没有说抓人 你没有说抓人 你抓人不说而已 不失声 跟着呢 有些 可言物 又 国安 又得人没事 又找他 又拿料啊 迟迟了 这些新闻啊 这些 新闻有没有自由啊 有的 有的 得人没事 严厉批评你 最讽刺就是 专志拿了个新闻奖 安南 新闻奖 那我们立刻想起 专志 为什么没有了呢 专员 你拿个新闻奖 他也是批评政府 他算不算呢 讽刺而已 其实也不是严厉批评 严厉批评就行 讽刺就不能准 是不是这样啊 讽刺又不是批评 我说是严厉批评而已 早几天新闻报道的 这个临定国说的 全部可以严厉批评政府没问题的 二十三条之下 我不能信的 当然我继续严厉批评啦 但我不信的 因为你看到事实不是这样嘛 事实就是跟着你 恶刑恶相 那么你怎么样 那么就停了专志 你说你明报没有吉士 我叫你剁掉了他 剁掉了明报几次啦 明报局主要什么啦 你是什么局长 你出声 是不是 没什么很下场的 搞你搞你搞你嘛 你有自由 你经常说 还有几个人在那儿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 不多了 我自己很简单的 我不是个个像我这样的嘛 我说我无牵无刮 坐就坐啦 是不是 我又不需要你忠援养我 是不是 我叫做有积蓄啦 你不充公了我 我去行黑的啦 这样才有个条件 还有国着坚德人 没有事去JR 是不是呢 司法还有啊 已经破亡了 哎呀 你知不知道 所以他可以去嘛 其他人可不可以玩这些东西呢 都不能玩嘛 没有几个了 还有他80多岁了 是不是 这么多带着搞法的律师 个个就说 坚叔我帮你手 这样可以有这样的人 但是为什么你自己不做呢 自己不想啊 就是找一些东西JR 之无能用嘛 坚叔 还有就是政府搞你嘛 你做律师要找食的嘛 所有人这些就是白色恐怖咯 这些就是这样的 你什么说什么新闻自由呢 其实是 气氛我们觉得是比以前的 现在你问我 我始终觉得是很差的 是不是 我自己很自由啊 不过因为我自己 我自己而已嘛 我不能够因为我自由 我就说你们都自由啊 为什么你们不呢 那么可以的 你就叫一些人回来咯 是不是 你叫尊子 叫明报 你背后叫声就可以了 难道他不做吗 没事的啦 过了 二十三条 我们现在需要太平 叫尊子出来慢慢的 有空没有事 说警察 看看有没有事 你看有没有事 是不是 不会的 这样查他牌而已 有空没有事上他家 是不是会这样呢 你做这些东西嘛 是不是 所以那些人不做咯 不敢多声气咯 是不是 发言人清 香港的人 是不是 批评传媒 批评政府施政自由没有受限制 为什么没有人批评呢 只要不违法嘛 那二十三条是不是法律来的 是不是 他不喜欢的时候就拘捕你了 是不是 最近才有一个不给他入境 是不是 145位上升到145在180个国家里面 排第135位 是连续两年回升几个位置 但是评分就再跌了 1.8分 是不是 只剩43分 以前还有45分 我不知道怎么算 但是总之是差了 那就对了 你说评分跌 就是容易被人要挟 要挟 迫害 这些白色恐怖 很多人纷纷离去啦 是不是 你说如果是这样 我不知道你对啊 还是离去的人对啊 他们觉得不安心要走 好 我很安心我不走 也要互相尊重的啊 基本上 我说是互相尊重 我没有尊不尊重你 不过咬咬你 你又不要不尊重我啊 抹黑我啊 鬼啊 这些 说完这些 这些混蛋的东西啊 走了那些 你说 如果你安南勇气掌 那他印度那个可能是被人告 印度漫画家 专志又得到这个奖 但是呢 专志呢 王企军原领 去年在明报停刊 安南勇气漫画 但他现在没得写啊 那你是不是有些讽刺呢 是不是等于他快就有呢 我希望啦 希望见到专志的漫画啦 希望背后鼓励他 别鼓励啦 你承诺没事他就出来写啦 是不是呢 力量最低啦 香港排名升了两个 但是呢 依然是 difficult 是 无过怪者 就在香港呢 在国安法呢 记者遭迫害 persecution 令评分下跌 五类分类指负中 是 在东南亚地推呢 台湾排名最高的 二十七 升了八位啊 那也是的 没得不承认的 是吗 很多东西 因为香港也去台湾讲香港啦 他是台湾的新闻自由 是吗 就是 状况分别 香港是高过越南啊 几个地方 印度也高过 但是人家是民主国家啊 是吗 台湾排名最高啦 中国是排172的 180里面排172 这么厉害 还有几个衰落他 北韩啊 是吗 升了七位啊 看中国 中国都升 是 新加坡排126多过香港 升了三位 126 香港148 你起码好过新加坡 咦 我还以为香港自由是高过新加坡 经常以为评论啊 这样 新百坡原来排126高过香港啦 升了三位 香港原来比新加坡 连言论自由都 这个无国记者的评分 去年有177名记者被人杀了 320记者被监禁 这些我也有留意的 其实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去到中东那些啦 香港呢 香港呢 香港有个数字的 香港有个数字的 香港有十个记者在坐牢的 目前还有十个香港记者被沉监 包括我认识的奴峰啦 或者老友啦 陈佩敏啦 那些啦 是 苹果几个啦 十个被囚禁 有109个记者在传媒被禁在中国高材的中国里面 当然是多啦 是 根据无国记者的统计 是 是 这个欧盟这个呢 欧布莱恩 欧布莱恩是联合国 是不是 无国记者 英国分部主任 香港的排名是似乎升上了 但评分实际上是 它依然在恶化香港的情况 是 是 指香港未能有最新的国安条例 评分继续在国安条例 而那段时间呢 可能继续差的香港 但是呢 暂时就叫做凍结了啦 希望是凍结了在这个情况啦 因为你多了新的法例 国安法 又没有取消了啦 还有黎智英那些不知道半成怎样啦 最新的消息就是 又提前回一天啦 都是不关事啦 八月底才公布那个《日本新闻案》啦 各位见报啦 当然他们要求释放黎智英啦 捏造控罪审讯啦 英国高盟呼吁啦 就是这样啦 我想知道哪十个香港记者被囚禁呢? 都是全部是《苹果日报》啦 是不是? 因为什么就保释了啦 立场那里 快必不是啦 无论是 中国就有109个 香港占了10个 百几倍大啊 中国比香港 它100个 香港有10个 香港就很高的比例 的确很高的 这么小的地方有10个 新闻工作者被囚禁 是不是? 那我们 哎呀 没有啦 我也是借这个机会继续吵架这个林定国 你不要扮演 我告诉你 没用的 你出来叫这些契弟出来讲 这些就是人权杀手来的 林定国 李家超 邓炳强 这些国安三害 是不是? 你不脱掉它呢 香港人是没有信心 香港人没有信心呢 那些评分都不会高回去 是不是? 我们感觉到的 你说还是升了一点点 我不跌了 这两年其实是在跌的 尤其是这年多 我觉得是继续跌的 人们自律了 香港也是 香港也是 我都会问一下就知道了 即是你社运界、社福界 我经常说 研究一下 开技招、示威、搞一下 搞一下 我也想的 你不要以为我就这样说 没人肯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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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伯 阿岸仔你很厉害 我欣赏你支持你 不过不是几好的国安法 小心得行 原政界、原社运界的人都小心得行 这个就是实质上做到的效果 林定国其实实质上做到的效果 现在你不用说这么多 我开个条件给阿超你听着 你叫专志开一个漫画 他还在香港应该没有走 拿了这个奖之后 胜利开始那个漫画专栏 这样呢 这样就会有些一定是这样的 当然啦 你最好叫萧先生回来 萧先生不行 他还不了债嘛 你叫陶杰回来 叫沈旭辉回来 你私下保证他安全就行了 他们在那里做了这么久 是不是 你需要公开呼吁他回来 公开呼吁他 阿超你公开呼吁 他 你们在英国说了几年 我们观察过 全部都是我们接受的 为什么你不回来呢 你骂他嘛 为什么我们迫害你 他们就迫害你 你回来一定没事 现在他们 是不是 点名都不怕的 陶杰在英国两年多 风云谷 他自己说我们什么 我们没有想过要告他 没有想过 欢迎他随时回来 是不是 不会有任何要追究他的事 以后不算 以后他勾结外国势令 反正我们没有他要不准入境 他随时回来 他走也不关我们的事 阿超你敢你这么说 不行 这样就搞定了 你不是 没事的 我们很蓬勃 我们很自由 有些人走了 你一定说他自己的事 我心不安的走了 不关我们的事 接着你问他有没有事 如果他回来 没事哪有事 德国人都没事啊 德国人 德国人因为那个逐犯选举条例 还有私隐条例 复杂点 那些不是很重罪的 因为他回来就坐了几个月 很短的 那些要交代清楚 但是你说纯粹言论之后没什么 没涉及 其他人有没有 没有格子有没有 纸巾有没有 那些人有没有事 他都回来 他们在乍花 你政府有没有研究过 我说到这里我是很聪明的 很现实的 是不是 你经常走出来说买抹黑 没用的 那你具体一点 你可以举例的 当然你不用举例的 那些人都知道的 香港还有一些很牙策的人 几个位置的 那些 我们就任由他 没用的 你任由我 我没用的 我本死无大害的人 那我当然是恶 那些 是不是 那些影响力大 我又不是影响力大 点名字 陶杰为什么 陶杰可以回来的 他不回来而已 他终于在外面办事 那不关我们的事 如果你问过他没事 我们的信号里面他不是黑名单 陶杰不是黑名单 随时出入自由 是不是 钱志杰不是 随时出入自由 他不回来不关我们的事 是不是 司机不是随时回来 KC 是不是 罗家聪不是随时回来 没事 有事吗 是不是 什么回来的 他喜欢台湾生活可能 那不关我们的事 不要说到我们迫害他 是不是 逢知证 他那个网台没什么 喂 你可以连这些例子出来 你小强 你这么说 你这么说 他们不回来 他们就吵架你 说你正是谁呢 是不是 就有问题了 当然你不可以说钟建华博士 你国安去找过他 是不是 他有理由 这个就是 是不是 你什么事找他 你说清楚 不是他误会而已 我们找他想请他喝茶而已 他怕得太多 走了 他没事的 我们没回来 在我们回来 他什么事都没有 在我们记录里面 这些人 你列一堆人的名字出来 这些人随时可以自由出入香港 可以回来 你肯这么做呢 有点希望 是不是 我的行家回来 我竞争大了 我这样提议 最好他们怕走 我就很突出 我不是那么小气 甚至不是试诗的人 我说得清清楚了 到时我走 我去退休 去读书 休息一下去英国 言论自由回香港 我就退休了 现在不是 我想要不退休 老板跟你撑住 今天说完了 是不是这么说 我这些真是厉害了 我懂得这么说 你说也没用的 我们是蓬勃 我们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还是很自由 人们为什么怕走 你最少说他们自己怕 例如陶杰 赵善轩 在我们的组织里面 他什么事都没有 我没有组织到他 他自己走去 他说害怕 我不知道他害怕什么 我又没有说他不对 我又没有通缉他 是不是 有些当然不行 袁巴那些不行 那些是搞香港议会 有东西的嘛 说清楚什么东西 其他没有东西的 随时回来 是不是 那都差很远 走回一大堆人回来 是不是 曹总可以回来 我不知道这个不敢说 这个不敢说 但是其他那些没有东西嘛 大多数 是不是 袁巴那还在香港 是不是 謝民连前主席来 那个在香港 是不是 就是了 不要提我 提我就很尴尬了 很多人都很尴尬了 好了 今天说完了 明天再见